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已知某校八年級學生 數學測驗成績 他的累積相對次數分配折線圖 以十分 為那個 主句 若該圖形上 這假設是分數 這個呢 假設是累積次數 他是相對累積次數 他說圖形上有一點是九十八十八 九十就是九十分的意思 然後這八十八 八十八代表88% 這一點是 九十八十八 也就是說九十分以下 他有88% 是九十分以下 然後他說 且 成績九十分以上的 寒 這個九十分以下的是不寒 他說 九十分以上的有七十二人 九十分以上的 他有七十二人 有七十二人 那麼他問 該校八年級學生控有多少人 九十分以上的有幾% 有12% 因為總共是100% 因為總共是100% 那九十分以下的是八十八%的話 那九十分以上的就是一百 減掉八十八% 所以是12% 也就是說 九十分以上的 他是12% 那12%呢 七十二人 如果假設全部是N人 我N乘以多少呢 12% 百分之十二 這個是等於七十二人 那N就是全校總共數多少 那就跟約分嘛 這剛好是六倍 所以N 是等於多少呢 六百人 所以呢 這個 八年級學生共有六百人 所以他應該要選B 我現在要選B 喜算 你 你 感谢观看